大家周末好,欢迎回到教育之人 应大家的群友的要求 我们今天给大家更新 与一些个股的分析 尤其是大家关注非常多的个股 今天提问叫苏妈的反击 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AMD 它的走势终于硬起起来了 这里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强烈的反转 那么为什么AMD在这段时间的表现非常拉垮 那么它和英伟达之间 到底存在于什么样一个关系 还有它是否存在着中期 长期和短线的交易机会 问的更多的 我收集到的就是 PayPal, Disney 他们现在不断的下跌 底到底在哪里 还有就些个股 什么EU, UPST, Palantir 还有中概 我们今天的节目 会把它们全部都cover到 请您跟我进入今天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尤其是大家是长周末给大家加班 如果大家觉得OK的 给我点个赞 帮我们把视频推 推荐给你需要的朋友们 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的 从板块方面的一个表现 大家知道AI的这一波 半导体板块是从 不管是周期来说 还是从它的需求来说 或者说是炒作来说 都是整个这个市场中 最最受关注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6月的表现里 英伟达是103% 可以说是独占欧头 但这里也出现了分化 如果你买的是沟通的话 你现在亏6% 那么如果你买的TXN的话 也是还要亏3% 可以看到的话 非常强劲的就是英伟达 英伟达是涨得非常多 这里面其他几个大家可以看到 一直非常拉垮的英特尔 它的表现在这段时间 也就是6个月的表现 都是强于AMD的 这就是跟大家讲一个问题 大家可能会非常疑惑 为什么AMD的表现 引号的如此之拉垮 你当然是这么说 你如果要是跟其他比 大家看跟其他比6个月的表现 其实是还可以 大科技这一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亚马逊 在6个月和Google 还有Meta 他们的表现是强于微软 和苹果的 也就是说 6个月的表现 他们是风水轮流转 那么来到这个时候 如果对比3个月的表现 大家可以发现 大科技在这个地方 像微软 它是最早启动的 但实际 它也是第一个先熄火的 整个3个月来说 微软就没有什么上涨的动力了 而我们看到 从3个月来说 3个月的数据 英伟达这里是23.5% 而AMD是整个板块里最差的 比英特尔还要惨 它是负的7.4%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垫底 AMD在这一段是垫底的 我们说三个月 AMD是垫底 那么一个月 大家可以看 一个月来看的话 英伟达8.97% AMD负的3.0% 那么除了其他的一些小股票 像MCHP以外 大家可以看到 AMD这个地方 仍然是什么 拉垫的 那么我们说 AMD有没有出现非常负面的消息 或者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 基本面上发生严重的这么一个变化 其实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主要是因为什么 看到了英伟达的财报 大家对AMD有一些什么担心 而造成的 所以我们先从一个板块轮动的角度上 咱们先从观察这个角度上来说 也就是说从六个月的角度 三个月的角度 和一个月的角度来说 英伟达在这段时间 都是远远跑赢AMD的 而AMD在这段时间 是远远落后于整个半导体板块的 可以说是半导体板块中 最弱的那一个 没有之一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从基本面上 稍微做一下 这个讲解 好 从基本面上来说 我们一切要从什么开始 我们的一切要从英伟达上个季度的 不是这个季度 是上上个季度的财报开始 上上季度的财报 他除了给出预期是6.5 billion 给出了7.2 billion 如此之强大的一个财报之后 他还给出了一个 让市场都惊掉下巴的这么个预期 之前市场的分析师给出的 也是大约7个billion左右的一个预期的营收 但是他给出的 当时给出预期就直接顶到了11个billion 而在这个新的财报中 他获得了今年13个billion 就超过了预期 又多了两个billion的营收 那么我们可以从基本面上跟大家看 基本面上看 那么我们看有什么 我们说英伟达的营收 特别有意思 如果你去看英伟达的数据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当他的营收在大幅提升的时候 他其实大幅提升的 还有这个night income 就是他的输入是大幅的提升 而我们看 大家看这个季度的 这个季度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说成本 成本和上个季度和上上季度 都是差不多的 都大约在2.65 billion左右 那么这个地方 咱们和去年相比的话 其实成本是略高的一点 大概去年同期 它的成本 也就运营成本是2.42 billion 而咱们这个季度是2.66 billion 但去年同期的营收是2.92 billion 而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营收 大家可以看到 来到的是多少 13个 去年6.7个billion 现在来到13个billion 就意味着什么 也就意味着 当英伟达的营收 扩大的时候 它的成本没有任何变化 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 它的19.com 就疯狂的 这么一个增加 所以它的EPS 就从原来的 比如1块6毛 2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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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毛 8毛 大概马上就到2.5了 那么你在做一个估值体系的时候 我们的估值体系 是根据这些营收而来的 那么如果你看这些营收的话 你就可以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现在英伟达的营收 是一个快速的 一个疯狂的这么一个增长 而快速且疯狂的增长 是建立在它的成本支出 是没有任何增加的基础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几个 咱们说柱状图 全都是特别离谱的 向上帽 放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刚才把数据给大家讲了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 也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上抒发 那么这个问题是来自什么 我们如果是去看 我们如果去看台积电的一个财报 大家可以发现台积电的出货量 并没有在这两个季度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这点我们在讲英伟达的时候 其实讲过 就是英伟达 他现在叫坐地起价 就地收钱说台同样的一个产品 他获得了更多的市场需求 他获得了更多的一个营收 那么丁伟达获得了更多的营收 那为什么AMD就倒霉呢 我们再来看AMD的一个基本上表现 AMD在这个季报动的表现 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然后给出的展望 也是5.3级币链 那下个季度展望 好像是5.3到5.5 是没有太大的成长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运营的成本 其实变化也不是非常大 那就是说AMD的出货量 或者说AMD的营收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我们知道半导体 有一个叫做咱们说红AMD 绿是英伟达 蓝是英特尔 他们之间是有一个交叉的竞争关系 那么对于PC业务来说 AMD和英特尔主要是竞争与CPU的业务 那么英伟达和AMD在进行的什么呢 就是GPU的这个业务的竞争 那么对于数据中心的业务 我们说数据中心 原来是以CPU为主的数据中心的需求 变成了以GPU为主的一个叫加速器 或者是运算能力的这么一个需求 我个人并不是芯片的专家 都是看其他人的分析和网上的资料 而得到的结论 那么如果有途对的地方 请大家指出和指责 既然我们现在算力是通过 那么从这个加速器开始 那么AMD的话和英伟达相比 英伟达它就是H100还有EA100 那么AMD的话 有一个叫做MI300的这么一个产品 那么他们产品 比如说AMD的这个产品 是不是就是没人知道 还是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就不好 其实不是这个原因 AMD的产品 它对于加速器里面有GPU的零件 里面有这个叫做运算单元 和GPU运算单元的这么一个结合 其实它的性能是非常好的 且没有输给英伟达很多 但是大家这里要知道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可能在投资的时候 忽略了一个软件 或者说编程环境的这么一个影响 英伟达所出的这个地方 它出现是什么 英伟达在这个位置上 它是有了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护城河 它的护城河是来自于软件的护城河 也就是说大量的这些软件工程师 通过使用英伟达的平台 产生了一个依赖性 而且在上面的话 已经开发出了大量的 咱们说有点像不恰当的例子 像Python里面的各种包 那么开发好了以后 大家就可以直接引用做 对于大多数的 我们说这个名序员来说 或者说使用 真正要使用在这上面编程的人来说 英伟达他做了一个非常长期的规划 那么这个规划在当下确实是实现了一个变现 当他实现了一个变现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市场上 其实对A的需求 是有个非常爆炸性的增长 且这个爆炸性增长出来的时候 终于可以看到英伟达的前人种的树 其实都是老黄一个人了 之前种的树 但现在就已经长成了 而且不是开花了 它是直接长成了一个这种大树 而且形成了英伟达的树成核 对于AMD的影响来说 从本质上就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打击 那打击在什么点 就是因为你的产品即使在好 当你的平台用的这些人 他使不惯的时候 你想过没有 如果你是一个开发者 你在市场上你招聘的时候 你可能会招聘什么的通才 就是能在其他公司 我能挖过来的优秀人才 他要有能力在这个平台 KUTA的平台上写代码的话 那么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强的人才 那你很难期待 他会在AMD的平台上写代码 那么这就意味着 这种软件平台 至少在当下来说 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信力 那么对于市场的解读上来说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为什么呢 理解出来就是 英伟达在这个位置上 是逐渐的形成了他的墙垄断 我们知道AMD作为一个 两边都是老二 一边是CPU跟英特尔的这么一个竞争 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数据中心和这个显卡业务 还有就是计算方面的话 跟英伟达的这么一个竞争方面 他都处于相对弱势这么一阶段 而这个基本面的变化 实质上就是大家对于英伟达 垄断地位的一个增强 且英特尔在这段时间 也没有那么继续拉滑的一个表现 给了AMD再次成长的空间 实现了一个压缩 我再说一遍 就是AMD在成长的空间上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压缩 我们这是从基本面的分析 我之前分析市场上很多 YouTube还有很多的视频 还有很多的文章 都是去分析英伟达 还有分析AMD 他们的这种走势 或者说基本面 还有芯片的特性 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去研究一下 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我们都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 只要是理性的讨论 就没有任何问题 我特别喜欢听大家不同的声音 好 这个说完了之后 我跟大家再讲 英伟达最新的一个财报出来之后 我当时跟大家讲过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虽然是高开走低 但它不是大阴线 我已经看到很多的视频 你说就是乌云盖顶暴跌 什么叫暴跌 我问大家 如果你的收盘价是比之前一天的收盘价高 它怎么能定为暴跌 它只是开盘价没有hold住 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叫乌云盖顶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形态 而且是带着亮 当然要带着亮 因为这是一个逆眼儿出现了一个重塑 所以说因为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所谓的暴跌之后 在当天其实最惨的是因为AMD AMD在这个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什么的一个阴线 我竟想说我们再回顾一下我的一个分析 我在Discord给大家讲的时候 当时我分享了一个大流讲的我也觉得不错 当时分享英伟达的时候和AMD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我确实想不太清楚英伟达的基本面了 而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当台积电的出货量差不多的时候 有可能会苹果和AMD可能会倒霉 结果果然是市场上在这个地方的反应是非常剧烈的 AMD反而在这个地方实现大跌 上一次的上涨大家认为说是市场的需求的扩张 因为他在给出如此厉害的一个财报的时候 因为AMD是提前比他早的财报 所以大家认为AMD也会跟着吃一拨肉 可是走着走着你看他们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分化 分化了之后在这个财报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认为说AMD向上的空间一定是被打压了 那么市场就会出现对于AMD的抛售 但另外一个层面上说我们看到的 我们随便讲一个这么算法 大家就可以就明白我在说什么意思 当我们看到一个月的表现 就当英伟达这个地方走得比较强势的时候 AMD比较弱势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很多的对冲基金也好 很多的策略也好 在这里面会做配对 什么意思 我在这个位置上是做多英伟达 在这个地方做空 同样数量 同样delta的AMD做对冲 这样做一个所谓的对冲配对策略 就是我买强的空一个弱的 如果市场大跌 那么AMD跌的更多 那么如果市场大涨的话 因为它涨的会更多 所以我利用这个来提取一个叫所谓的alpha 就是我们说的指数增强 就这样的话 无比我就变成了获得收益了 而且不用去考虑市场涨跌的一个行情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整个走势 其实就是什么 大家在long一个强势的 像short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公司之后 就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分化 而且在AMD没有任何出现 咱们说一个基本面问题的情况下 愣把这个股价都给砸下去了 愣把股价给砸下去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一个现象 我们回到一个什么 我们回到一个交易上来说 所以我们第一点是从老狗的 我类的老狗的list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把什么 我是把AMD从我的老狗list中剔除了 原因就是因为在未来的市场中 或者说我们在基本面上 AMD是具有一定 或者说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了 因为我就是看不太明白 有的时候不是说非得做和不做 而是说看不明白 我就不会在这里做 我们回到技术上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AMD这里是不是一个机会 我其实觉得是一个机会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之前的低点和高点形成的一个叫撑压互换区 它会在这里形成对价格的记忆 我在这里画了一条趋势红线 按照我的系统说大家看这里是什么 一个发达材 但是它坠下来了 其实我就在这里买了一部分之后 大家想要60多块钱买的 下面低点的50多 当时压力也是非常大 这一波涨起来了 而且是什么呢 你就说磕磕磅磅也好 漫磅磅也好 它是涨起来的 这里面形成了对撑压互换区的一个新的回测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后面的买盘是什么 第一AMD本身的每个基本面没有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还有一点是当大家都在追逐英伟大的芯片的时候 市场会逆向思维 当大家都追逐的特别厉害的时候 它会这么想 AMD的产品它的价格毕竟定价比英伟大现在的这些数据中心 要便宜的非常多 我跟大家这么说 然后从两个方面 企业的两个方面 想第一当英伟大这个定价 坐地起价就地还钱 做得太过的时候 大家会转向我宁愿 那我就少花很多钱 我就可以买AMD的替代品的话 那我宁愿就是少花钱 然后我在其他钱 比如培养 我搞培训 公开员 我再从人才方面进行弥补 因为价格就会去调整市场的需求 第二点就是从企业方面来说 如果你是像微软 或者说谷歌这种大企业 你可能也是不太想要 英伟大搞成这样的一个样子 就地还钱 对于一个你的需求者 或者说你的 咱们说的 咱们说持有很多需要的 想做AI那些公司来说 也不太想看到英伟大能这么搞 所以他也希望能把老二扶持起来 我会给扶持 辅助 帮助AMD一些 开发他的环境 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说 这两方面都会对AMD是 其实是当你跌多了以后 形成这么一个利多 那么AMD基本面 在现在来说 我要等下个季度 我们可能才能从更长期看 但是从技术面上来说 大家看这个红线是支撑住的 这个大阴线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吓人 但是大家看虽然慢 但实际上我们要注意的是 只要这一礼拜全部能把阴线 recover 也就是说全部回来之后 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 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买点 另外的话 我们从我们交易系统上来看 大家看这个里面 卖出 卖出 这个信号都出来以后 那均线在这也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死差之后 我们的紫色带开始走平了之后 在这里形成盘整区 这是一个A 这是个A 那么这里形成B 那么这里形成C之后 没有打下去 而是出现零一线之后 马上回来之后 伴随这买信号的一个出现 我们交易很简单的 这条红线大约在106左右 作为一个支撑 那么它如果回踩继续向上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它在这个位置上 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市场并不认可 一个AMD最后会被垮掉的 这么一个逻辑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对于AMD来说 你从交易的角度来说 我们就可以落实在了 大约106到103左右 这么一个价格 那么如果你是中长期投资者 那么你就守这个买信号的阳线 下面一点 那么在100左右 你的止损可能只有 现在9块到10块 那么你向上的空间 大家看向上的空间 它至少值230 你从中长期来说 也是2比1以上的 这么一个交易 所以AMD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不会特别看多 而且我认为AMD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是非常有机会的 还是那句话 匹吉而泰来 当你企业公司 可以坐地起价的时候 大家会自然而然的 去带引号的同情 或者是关注弱者 而且AMD会不断的 在出它的产品 我对苏妈 依旧是非常的坚定的支持 我投资 这归投资 咱们坚持 咱们支持归支持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对AMD和英维达分析 我希望对大家能有点点帮助 好 那么还有朋友问到 Lululemon 我在discord中是最新的时间 以第一时间为大家已经把Lululemon做了一个非常 不是那么详细 但是已经讲到了 我们在这止损点 我就这里 我觉得大家就画这个图了 就这里我假摔上去以后 大家注意 Lululemon中国区的收益是非常大的 大家注意 中国市场现在出现了经济上的批软 不代表所有方面房地产批软 制造业批软 出口批软 不代表所有地方都要批软 因为出现了疫情三年 对于很多的咱们说的普通的民众 大家的消费的偏好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 旅游的地方 大家看这一次的这几个月暑期的 不管航空还是铁路都比2019年要多非常多 大家把所有的偏好从原来为了攒钱 什么弄房子跟人攀比变成了以消费为核心 或者说特别想去消费 能躺平享受生活 所以这些方面来说 你可以看到Lululemon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是非常亮眼的 那么中国市场的这个地方 是代表了Lululemon的销售出来 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上个财报其实就近了一部分 他一直在这横盘也没动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看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就这样的一个形态 这么一个横盘的形态的突破 你从操作的角度来说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非常简单的操作 在这个位置上基本上就是 2396买入的话 那我386在这里去做止损 现在的话你如果要是再保守点的话 你可以到这根阳线的这个低点 388 390进行一个止损 这个Lululemon的话 现在的话我仍然非常好 而且在我老狗里面好多人说看不清楚 你就先看一下这是我选择的老狗列表 那么Lululemon在这里面 其实是跟其他稍微有点不同的 他还处于一个比较强健的承战阶段 好那么后面两个非常常见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迪斯尼和PayPal 我觉得首先第一迪斯尼和PayPal这两个公司 我也是因为大家问我才放在一起的 他们之间没有可比性 把PayPal和迪斯尼放在一起 是对迪斯尼的一个羞辱 我认为他们之间是完全不可比的 这样的两个公司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就首先看迪斯尼 大家注意迪斯尼的这个地方 咱们先从营收来说 迪斯尼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什么的 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非常大的困难 这点我想大家也不用 不用我讲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 比如说董事会在上上上的季度通过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把之前的CEO炒掉了以后 换了老CEO 他鲍威格回来 鲍威格他是作为一个已经被华尔街证实这么多年 把迪斯尼带的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CEO 他其实可以把公司 我相信他可以把公司再带回原来的轨道上的 但是大家别忘了迪斯尼的问题是今天的问题 我们说政治正确在美国其实很多公司都搞政治正确这一套 那么有的公司就是利用政治正确获得政治利益 或者说就讲政治正确 但迪斯尼是真的信 他真的把政治正确这一套放到了公司的时间中 而这段时间也就从他的营收上和他所面对的问题上 其实他的整体营收并没有差的非常多 但是实际上他的盈利率 大家看这个pre-tax income这里还是负的 这里就出现很多问题 迪斯尼plus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获得什么很多收益 主题乐园上有大量的人力的这种浪费 什么叫浪费 就是雇了太多的人 然后他又付了非常高的工资 所以大家知道 迪斯尼如果 大家想过迪斯尼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问题 包括和佛罗里达州州长之间的这些幼儿子 大家想过没有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问题 没有这么多的问题 迪斯尼在这一段不会给到你这样离谱的这么一个低价 这个价格其实是挺离谱的 我们可以看到迪斯尼在这个位置上 他的4p是16点多 然后他的PEG是偏高 为什么呢 成长不够 问题来说你要认我迪斯尼在这个位置上便宜不便宜 我认为非常便宜 但是你需要特别大耐心 尤其要给我们的新CEO一些耐心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给大家分享美股第一蓝筹的时候 其实我也当时没有买的第一点 差不多也是90来块钱 后来下第一点也到80多 结果没想到这一波涨到100R 然后做了一些进行骚操作 降低了一下成本 那么现在的话又来到了一个80来块钱 我发现很多朋友又都非常难受 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你决定投资像迪斯尼这样的一个公司 就是以一个极长线的一个角度和目标来去做投资 因为你做的咱们左侧抄底 我做交易的时候从来不做左侧抄底 就从来没有抄底 都投资的时候去找有价值的公司 而且一定有垄断强垄断的公司 他迪斯尼在我老狗的这个list 我就在这老狗里面去找左侧 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价值 那么从专业的分析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在Morningstar上 对迪斯尼给出的一个估值 其实大家看 这个地方一定会低估 是因为他的价值 他的估值其实在不断向下降的 为什么 因为公司营收收益EPS都是下降的 那么你这个地方给他估值 肯定会不断的向下往下走 但就即使是这样 他的给出的Fair Velo 145和现在81 仍然有着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差别 那么意味着他上涨的空间仍然是非常大 但你不能光看他上涨的空间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点就是时间 所以对于这个公司来说 我觉得如果要投资迪斯尼的话 你要有非常大的一个耐心 老师们再说一下PayPal PayPal是这样的 就是好多朋友都想去做PayPal 我其实想跟大家讲的是PayPal从估值角度来说 确实也是一个低估的股票 但是从低估是不是就是我们就得买 我其实在Morningstar上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需要的话 一定要去他们的网站 我觉得非常专业 比如说PayPal 它也是一个低估很多了 它给出的估值很多 那么这里的我对PayPal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担心是什么 它跟迪斯尼不一样 就是迪斯尼对于我们来说 为什么是美股第一蓝筹呢 就是迪斯尼具有最强的不可替代性 比如苹果以后可以说没了 我们有橘子公司或者鲜蕉公司 但是谷歌没了之后 我们还有其他的公司都可以替代它 但是迪斯尼是无可替代的 美国最大的这么一个IP了 那么PayPal可不可以替代 那PayPal太可以替代了 我先给大家分享PayPal之前 我先从一个我作为PayPal使用的客户 或者说是小商家来讲 为什么我们的管理员都不太愿意用PayPal 就是因为第一 PayPal给我们把钱打过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是在美国 或者你在加拿大 或者其他国家 PayPal要收取我们的客户 非常大的一笔手续费 可能是在5%到15%之间 有的非常离谱 我这之后 我收到的钱 也要扣除7%的手续费 就里外里 就是说你可以收钱 但是你不能这么收钱 你收完我客户在收我的 收完我的之后 他还不会把钱马上给我 他会hold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个外星中 还要吃这个钱的短期的 去卖短期过债或什么 还得去吃这个利息 那么等于说PayPal是一个 真的叫这门抢劫 这个Business模式 咱们说商业模式 其实是很难把它做得非常差的 但是这个公司去能把这个公司 做成这个样子 也是说明他的管理 在之前是出了非常巨大的问题 大家想过没有 一个商业模式 基本上就地就跟抢钱一样 商业模式竟然能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大家看 Gross Profit这地方 还是跌的 就是说他还能亏钱 公司后来就赶紧换了CEO 也换了一个管理层 细希望对他进行一个改变 我还讲一点 我自己亲身体会 PayPal它的客服也是非常的烂 我实在实在是从个人主观上 对PayPal有着非常强烈的 认为他要归零 这公司就应该归零 因为还有一点 大家知道PayPal如果不想使 我不想使PayPal 我是不是就只能使PayPal 不是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可以替代的金融的支付方案 不是PayPal唯一一个 你迪斯尼的乐园 比如说迪斯尼乐园是 你边上什么 咱们什么弄个水上乐园 六旗或者Universal 他们都没法是没法取代的 而PayPal实在不行 我就走其他的模式 我非要走你PayPal 它不是有那么强的这么一户城河 还有一点PayPal 我特别不喜欢的是 PayPal的营修要取决于 其他商业客户的一个 活跃活跃程度 这一点非常像什么 非常像金融 比如说Maskart 或者说Visa 或者Macarys Price Discover 就是这种金融网络的公司 那么跟他们金融网络公司 又不太一样 PayPal的主要客户 又不是那种超大的商家 和这种大型的 稳定的一个2B 是不是 这个业务 他有2B 2C的比较多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当经历不好的时候 他所承担的 这种抗压能力 也会贫着我 那么在我们说 在经济不错 前印的比较多的情况下 PayPal还能给出 这样烂的一个成绩 我对PayPal的基本面 其实是非常不看好 虽然我说了 还是非常低估 很多朋友就老想抄底 就是说你如果有抄底 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还是那句话 咱们要抄底优质资产 我不认为PayPal 在我眼中是优质资产 当然你如果特别想抄底 就跟特斯拉似的 我说我不做特斯拉 就说我对特斯拉有偏见 就是我不喜欢特斯拉 玩特黑 不是这回事 就我看好特斯拉 只是说我不好操作 对于PayPal来说 咱们回到技术面来说 这里特别大的一个缺口 掉下来以后 大家看这个是当时的 给出指引非常烂 这往回 这段时间 他不像你看AMD 特别因为拿出了以后 他特别差 他一个礼拜 至少还给我拉回去了 你这俩礼拜 三礼拜 他还没有回到下跌 下跌这一波的一半 你甭说带这个缺口了 说明什么 说明这里的买盘非常弱 上面看 从这开始 你看从这飞刀出来之后 多少劫飞 包括大家看我写的系统 这里是一个买信号 上去一条段 马上就砸下去 你如果没有一个军线做止损 你这 你要不马上止损 他一跌破马上止损 你看他都是这种 特别的操作 我跟你说 你这个地方买入 你说还有盈利 他直接给你跳空这么多 往下砸 这个地方动不动就给你 动不动就给你跳空这么多 往下砸 你看他就让你特别难出去 你看这两个都是跳空 你看起来好像不多 你77跳空 这60多 你直接就10几20% 往下跌 他的跳空太多了以后 会造成什么的 造成不管是机构 还是个人 他这个地方 他容易套牢 你看就涨起来就是假突破 也就是跳空 这操作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你是做trade paypal短期内你抄底 他也不会很难给你大肉 如果你是做投资 我们不是有迪斯尼吗 这不是低估吗 所以你怎么看这东西 这东西他就不好弄 他就不好操作 所以我就说这么多朋友问 你们是被套了 还是说你们就想抄底占这个便宜 如果占便宜 也不是占他便宜 好吗 所以说我对paypal 基本面上我就给大家 不做戏剧讲 基本面其实可讲的东西也挺多的 包括他的活成盒 这就什么换的CEO 大家去morningstar上有一分享 大家可以去看 我觉得写的非常的详细了 也非常详细 包括他的活运用户 包括尤其paypal以后 看他活 每个用户 每个transaction收多少钱 他都会列的非常细 但对于我来说 就说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对我的投资 或者说我帮助不是很大 我这里不给大家赘述 有兴趣的话去morningstar上看 paypal迪斯尼 还要比如说这朋友 他留言是好多 我分享不过来 我就把大家常见的 我给大家讲了 我们说到AMD了以后 说了迪斯尼了 又说了paypal以后 还要几个大家常说的 第一个就是中国市场 尤其是比如说富途和拼头多 富途这个地方是券商板块 在这段时间 大家说我在这个地方 我看到了 其实他没有 他长得挺多的 但是我不是特别想做富途 因为富途他还有一个 就是关于钱出国 能不能出境的这种管制 其实上面的话 对这个都不是非常喜欢 这个就只能多说 拼头多的这个地方 给大家分享一下 拼头多我给大家讲了 在哪天我给大家讲了 拼多多中盖方面 我这复盘 咱们说前几天的复盘 拼多多是最牛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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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复盘的时候 我其实给大家讲到 这一波中盖的一个龙头 就是拼多多 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你看到拼多多 这个地方他是强势 而且中盖的一个操作的特点是什么 他也会给你什么一个回调买肉 一般来说就是直接上冲 冲完之后 你一回调 回调就没了 回调就没回调 回调直接就带走你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的话 如果你没追上的话 拼多多这个地方不追 不做 我自己有一个操作上的失误 我在这个地方进拼多多的时候 我是做先动一个日内 我挂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还是同时挂了止损 没注意 他是打掉了 应该 其实本来应该是90多近的 但是没办法 我这个地方没有仓位 没进去 这是属于操作上的一个失误 但是这个地方拼多多是非常强的 他就一直让他涨 你就沿着50线跟他做 他回到50线或者横盘 后面应该还有新的一波 而且短期间看起来 拼多多是一个 咱们说消费降级 或者说对于国内的 他首先自己 他营收非常好了 这个营收是非常好的 还有就是消费降级 对于他的一个影响 大家也没什么钱 刚才我说除了旅游买Lululemon以外 那就是你拼多多少可以省不少钱 所以说这是一个电商走的比其他要强非常多 比如说尼比巴巴这个地方就强非常多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拼多多在这里面是非常强的 我会 而我自己做的 一个是EDU的话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走势 就不是说他多牛 而是说从走势上没有那么牛 但是他的操作起来非常好 大家看这里是一个上涨 这里做了一个什么 我们给稍微画一下 上涨之后 这边上涨之后 他会标准的做了一种书 这里又做了一种书 这不都是下上下吗 做完中书之后 这里就给我们了一个标准的第三连买点 这也标准的给你第三连买点 他的走势比较规矩 我操作起来 这个EDU就容易 还有朋友问 那我是不是在这追 我其实当时讲的是 这个地方不能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当时说这个地方 既是一个high low 又是lower high 其实你不太好判断 你下一个操作点很容易 这个位置上 咱们说59块附近的一个突破 这个地方一旦突破上去之后 它还可以向上有很大的空间 恰恰不是说去by deep 中盖的操作 中盖的操作一定不是说 去什么等个deep 一等deep 你基本上就忽不来了 没deep 这样吧 所以说我们要这样 像EDU这种的 就是一个我觉得是走的比较规矩的 相对来说好操作的 就是我从我的分线来说 不光要看涨跌 我更多要看 我好不好做 我还做了一个low的 我特别就是个反思 就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做了一个弱的 当时我只是觉得 我只是觉得这个位置上 这个地方止损 这个破线翻好操作 我就在这里买了bd 但实际上我挑了一个非常low的挂 这是我自己在操作上的一个我觉得做的不好的地方 好再说后面 我大家说Palantir和优 Palantir和优 你大家别问我了 因为Palantir这个公司 我知道它大家特别喜欢 但是我实在是 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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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就是不太懂 为什么大家就非要买它 这这营收 你看这个营收 也才500多个命令 5亿多 这earning就5分 我们为什么非要做Palantir 它又不是2C的 就是我们知道 是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公司 没有一个是靠着跟政府打交道赚的伟大公司 伟大公司一定是跟消费者打交道 2C的 就是你微软也不是 微软你的更新 难道都是只跟政府打交道 不是啊 你说谷歌为什么是大家都使啊 特斯拉呢 是大家都开啊 不是说开吧 好多人开吧 或者至少好多人买吧 它不是说就卖给政府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 是因为CPU的这个发型非常帅气 或者说有些话题度吗 还是因为人云亿云 大家都说Palantir 你就得Palantir吗 我真的不太懂 我不太懂我就不做 我为什么要做Palantir 我觉得这个大家你可以从这从角度来说 大家看我们这里有买信号 这个位置上15块多 你要这买的话 你止损其实就14块多 就1块多 你向上工能整到20多 你5比1 可以做 我觉得这做起来没问题 但是就是为什么要做它 我不太懂 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讲的特别多的 就是U 这个U 好多人问这个U 你这个U怎么操作 我把这个系统关了 这个系统好多你就看不清了 这个U是为什么要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公司 它是基本面有非常大的护城河吗 还是说它的营收特别牛逼 你看这不也是一个 营收只有5亿多的一个公司 营收不就两毛 这预期是7分 养毛后好大活还算 这正算多的了 然后你看营收走势 亏损是逐渐扩大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这Financial Health 说实话 你看这DEP就特大 你看这DEP就越来越多 我们为什么非要盯着这个U 假设说它是一个网红果 大家都喜欢 操作也难 阳线上面全都是毛刺 就说明日内波动特大 你一个阳线后面好几个阴线 你说你这地 比如说咱们到这 你怎么做 这看多 看多它不是回 这往上走 再上去之后再下来 它震荡非常多 都是毛刺 除非能跟我们小伙伴周罗版 是能把UX通过这震荡 不断的加减仓 做CC 做卖POOT 把整个的成本打成零 除非你是打成零 你说你看好没任何问题 你就这个地方 你看它要是这种阴爹 这不跟A股似的吗 这走势 你要说这不是一美股 把这遮管弄于A股高为什么 我觉得这走势特别A股化 这为什么 为什么要买这玩意 你就是专找又难做又没基本面 做它 你这P 为什么 我不懂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为什么 所以我 让大家再看看 剩下几个 其实它都是弱势 都不好做 都不好做 其实跟大家讲 真的是这样 我真是苦口破心 破心 就讲到这个 还有朋友讲到 我们说了 上次我给大家分享 我在discord分享了 三大装股 一个是这UPST 这个东西装股 我也上课的时候 给朋友讲 同学没讲过 为什么是装股 我这个看法 我现在就告诉你结论 这个电话都装股了 下跌的过程中 确实是该止损都止损了 你为什么就在这 非得买它UPST 你买可以 咱如果说非要买可以 你看 你看这么大的 一个飞刀下来之后 它在这做横盘 它要不然就得横好久 要不马上一个反弹 反弹可以 它下面还得再跌 或者说 你一个反弹下来之后 你这个地方 很容易也是次高 你不能说这是新高 我问大家问题 你这卖一点在哪 怎么找卖一点 我没法找卖一点 你这个地方 一个大装股下来之后 横盘 当然了 你说止损特别小 可以 30附近止损 你看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止损的线 你非要在这买也可以 但注意这个交易量非常小 你在这一旦挂单 或者你在这一旦买入 我告诉你 到时候真的真的要涨 你这一个 就是一个止损 我整你个大阴线 你又受不了 又得出去 又没法纠错买回 我就是说这东西 咱就不看了 行吗 这没法做 你想在这上盈利 他本来不 就说咱明明有肉吃 没必要去替鸡架子 弄羊蝎子 对不对 就是你的 他这个操作难度特别大 你比如说这一波的上涨 你这个操作难度非常大 你真的是拿得住 他没有基本面支撑 所以我说 就是说对于我来说 你看这玩意百多个million的营收 你看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profit margin 是负的12.9% 这什么东西 这depth狂涨 盈利狂差 free cash for food 因为特别多 你不归零就不错了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归零不能做 你不能做 又被骂 大家就想买 你一涨出去 比如说一涨 它能涨好多 而且你从三个块随便弹一台 能弹到四五十 对于大多上来说 30%的盈利 它诱惑非常的大 你诱惑你的去 我就想说一个怎么说的三大装股 一个这个 一个AI 还一个什么来的 还一个什么来的 我忘了 反正就是这几个 有人说优是不是 优是不是 优还不如 你upst你知道吗 你们当装股 你好歹 好歹他这从这多少 咱11涨到70 咱涨6倍多 你好歹这装股 咱给咱赢 就是装股好歹给我们盈利了 你知道我们对于这个 一波上来之后 我们小伙伴在这 是操作多 是赚钱的 我在这操作空 我亏钱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上次给大家讲 是被行权了以后 我这是形成风险了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上 你现在低下来之后 算了不说了 真就不说了 反正别碰了 我基本上看了都是 剩下的就是说 只有一两个人提的 我就不讲了 一两个 比如说有的 只有一两个才提的 我就不在这里 跟大家讲了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在这里 我们有什么 就这个互动 大家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我们可以经常做 我希望我的视频 能让给大家 有更多的帮助 但是我也不希望 我讲了半天 最后跟大家的想法 是完全脱节 我们下周再见 别忘了给我点赞转发 谢谢拜拜